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1年11月5日 李斯特成旺达成愿望 周五凌晨 欧洲联分组赛有多场好戏上演 其中身处C组的李斯特成将在主场迎战莫斯科斯巴达 两队近期表现经有一点程度的下滑 不过双方手循环交手 李斯特成凭借博尘 打卡的大肆喜笑到最后 此番再战 李斯特成赢面值得胜先 李斯特成经济表现令人大跌眼镜 上赛季还在争四行列的他们本赛季应超投七轮 只得二胜二和三负的战绩 而期间的两场欧洲联分组赛意味能取胜 先是战和拿玻璃 随后又负于利基亚 好在 进入到十月中后 李斯特成的表现逐渐回暖 先是在主场4比2击败曼联 而在此一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的博尘 打卡 在随后对阵莫斯科斯巴达的欧洲联分组赛中 更是完成大四喜 帮助李斯特成4比3取胜 此后应超战宾福特2比1取胜 联赛背对阵白里顿 在轮换阵容的情况下通过12码大战晋级 虽然上仗未能如愿击败阿仙奴 但这段时间的整体表现 比起赛季之初已有不小的进步 金扑回到主场面对手下败将的莫斯科斯巴达 李斯特成是要再下一成 莫斯科斯巴达和李斯特成类似 本赛季的表现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目前13轮联赛战罢 他们只取得5胜3和5负的战绩 排在积分榜第9位 甚至已经沦落到入不敷出的地步 这对一支以冠军为目标的球队来说 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而球队在联赛中的糟糕表现 亦不出意外地延续到了悲赛之中 目前三仗欧洲联分组赛战罢 莫斯科斯巴达只得一胜二负的战绩 位列积分榜垫底位置 目前攻入6球失7球 同样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再者莫斯科斯巴达最近一次客场作战遭遇惨败 当时他们以1比7负于圣彼得斯堡 这无疑给他们此次出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请记得和 Kurti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